群眾擠滿傾倒動路 對藍白擴權法案發出怒吼 而台灣人民的心聲 也將登上國際 美國紐約時報廣場LED牆 將寫上大大的Standwave Taiwan 就從6月4號的凌晨開始 每5分鐘一次 每次30秒的頻率播放 而外台發聲的廣告 幕後推手就是在青鳥行動中 募款贊助青年的 課金阿公阿嬤活動 發起人 告訴大家 台灣對 就是被中共 使用其中共勢力欺壓 或者導致我們聲量 或者是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做有正常的運作 三天新聞獨家訪問活動發起人 他透露這次是海外阿嬤 主動聯繫 說想租下 紐約時報廣場LED牆 讓國際看見台灣人力量 因此發起募款 沒想到不到三個小時 就募到兩百六十萬 快速達標 被找被台灣的人課完 美東一開始 他們看到的時候更生氣 他們就說 欸 你怎麼可以這樣偷偷來 我們都還沒有機會這樣子 青鳥行動意外引發海內外 阿公阿嬤駐台PK賽 發起人笑說熱情 敲乎想像 而讓大家吃驚的 還有課金阿嬤 並非真的都是阿嬤 這場活動發起人 Lillian是來自台中的 四十一歲舞蹈老師 美麗臉龐 腳好身材 因為慷慨贊助青年 幽默自稱 自己是大家的課金阿嬤 有一種惡叫阿嬤覺得你惡 所以後來就不知不覺 就變成 我們是認養金孫的這種概念 從串連認養金孫上街 再到海內外共襄盛舉 課金阿公阿嬤發威 讓台灣再度登上國際舞台 參選馬英文王晨宜 徐全台北採訪報導